大家好,我是公屋聯會主席文宇明 今集公屋冷知識跟大家講講長遠房屋策略 政府最新公佈的長冊周年進度報告 提出了公私營房屋比例調整至73支比 是自2014年公佈長冊以來首次比例作出調整 公屋聯會表示支持 和大家回顧一下過去政府制定長遠房屋策略的歷史進程 其實早起1987年 國英政府首先制定長冊 當時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說明書 古書至2001年房屋供應目標每年7萬間 其中供應房屋4萬間 而私營房屋約3萬間 而在1997年回歸前夕 國英政府發表了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 其後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 在1998年提出了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 定出了一系列房屋政策計劃 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8萬5 即是每年供應8萬5千個單位 其中5萬個是供應房屋 3萬5千個是私營房屋 隨後香港的樓市大跌 政府亦放棄了8萬5千個策略 其後逐年進行延展檢討 而在2015年減少總供應量達到46萬間 公私營房屋比例維持六四支比 直至2017年目標是仍然無變的 值得留意的是 今次比例的調整分別是增加了 出租公屋和資助房屋的供應目標 公屋聯會是表示歡迎 我們期望政府繼續密地建屋 長遠是房屋供應總量可以達標 讓市民安居樂業 好了今集的公公鬧知識就趕著這麼多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